这一支影片主要介绍 FeesLab 物件侦测训练工具的操作方法 准备完毕后,点选桌面FeesLab 组程式 依次点选物件侦测训练工具 进入训练工具的操作界面 首先选择已经准备好的训练资料与验证资料 并且选择AI模型储存的资料夹入境 这边在同一个book牌资料集下 多创一个output资料夹存放AI侦测模型 接着选择网络模型 网络模型可分成边缘运算 一般泛用以及深层计算 分别表示轻、中、深层模型 建议先选择一般泛用模型 如果训练结果不理想 则可考虑深层计算模型 或是检测时发现硬体负担过大 则可考虑使用边缘运算模型 不同层次的模型有不同的网络结构可以选择 使用者能根据分类需求进行调整 范例以一般泛用的PeaceNet D1为主进行训练 接着介绍影像资讯 在进行AI模型训练时 会将图片按照影像设定的资讯进行压缩 以达到最高效率 影像宽高主要以肉眼能看清图片特征为考量 使资料集主要设定在640×640的 影像宽高进行训练 影像深的部分 彩色图为3 灰阶图为1 接着介绍学习参数 迭代表示每一张图片要让AI学习过几次 P数量表示每一次要将多少图像输入模型进行训练 必须依照电脑设备与显卡规格进行调整 P数量越大则需要的规格越高 如果训练出现错误 可优先把P数量的调小进行测试 而学习率则表示每一次AI更新内部参数的训练数率 建议先以10的-3设置 再与训练结果选择调大或调小 如果有进阶需求 可按下左方工具列按钮 即可进入进阶选项 前处理 使用运训练模型可帮助AI模型快速收敛 并减少过拟合的问题 过拟合的也就是训练级的分类效果很好 测试级的分类效果却很差 储存选项可以设定 模型每迭代多少次就产生一个储存点 以利后续的监控 优化器可选择是否困难样本LOS加重 增加模型训练难度 以期望得到更好的侦测模型 选择是否空洞卷积 则能增加模型侦测物件的卷积范围 攤数值越大则范围越大 这也是强化训练的方法之一 如果没有特殊的需求 则按照预设的参数训练即可 使用资料增强可以搭配下方的增强参数使用 使训练图片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化 增加训练资料级的丰富度 此部分如果没有特殊的需求 按照预设时设定即可 前面设定完成后 按下左栏开始训练即可开始训练 训练时右方折线图会显示Lost的趋势 下方则呈现模型当前的Lost数值 此外在右下角会显示目前的训练进度 和预计完成的时间 训练完成后模型会自动输出到 指定的保存资料夹中 如果中途需要中断训练 或是分类效果已经够好等其他状况 按下停止键即可中断 软体同时会将目前的训练结果 保存到指定的资料夹中 在我训练时前方则呈现模型 一我训练